哈喽大家好,我是得虹 终于啊,近期的Big Time又有更新的消息传来啦 还记得我们之前介绍过的Big Time吗? 他们扎实的游戏团队与投资伙伴 加上丰富的游戏性 一直是我蛮看好的练游 今天帮大家截录了一些 他们在YouTube直播上提到的内容 包括了在12月21号上市的Space NFT 以及未来的赚钱流程哦 有在关注Big Time的 不管是老手或者是新手 都可以听听看 之前我们有对Big Time进行了 基础面向的讲解以及教学 我会把连结放在影片下方 还没有看过或者是想要复习的玩家们 都可以点进去看哦 让我们马上开始吧 接下来进入今天主题之前 请先开启下方CC字幕 如果你也对区块链游戏有兴趣 我们每周都会定期更新资讯跟大家分享 欢迎帮我们按赞订阅并开启小铃铛哦 同时也可以加入我们的Discord 不管是你有问题要问 还是想要一起讨论区块链游戏 元宇宙或者是NFT 甚至是只是想要上来聊聊天取暖一下 都欢迎大家加入哦 一样连结会放在下方 大家可以多多参考 之前介绍BigTime的影片说过 原本官方说没有加密货币 但是在我们的影片释出不久以后 官方就释出了新的经济模型 未来BigTime自己的加密货币 与Space NFT的消息 首先我们先来谈谈时光机 Time Machine 也称为个人的元宇宙 是玩家通往他们自己宇宙的门户 你可以将Time Machine 视为与朋友一起出去玩 或者是展示你的NFT和战利品的地方 在游戏的早期阶段 每个玩家在达到一定级别以后 都会获得一台时光机 玩家可以在Time Machine中 安装新的房间和通道 也能在Time Machine中 与朋友组队来探索副本 打败别的维度的敌人 解锁和收集限量版的NFT 如果想要升级或者是扩展Time Machine 就必须要拥有一种 名为Space NFT的特殊资源 最重要的是 持有Space NFT 是玩家在BigTime中的 游戏享受边玩边赚 也就是Play to Earn的先决条件哦 这些Space NFT具有供应量的上限 也就是60万个 目前BigTime的团队仅在12月21号 开放总供应量的10% 也就是约6万个给玩家认购 目前是已经全数售完了 如果玩家还想要买这个Space NFT的话 也就只能透过OpenSea 或者是等下一轮土地的预售哦 Space的NFT是BigTime版本的虚拟土地 用来作为Time Machine的扩展 有5个不同的稀有等级 分别为稀有 史诗 传奇 神话 崇高 和3种不同的空间大小 分别为小 中 大 Space越大的话就可以新增更多的功能 比如说在Space中召唤Timekeepers 也就是时间守护者和Forgers锻造厂 使玩家能够在玩游戏时 可以赚取代币与升级装备 Space的外观品质将会随着其稀有性而增加 尺寸的增加或者是稀有度的增加 都可以支持更多的时间守护者和锻造者 等红这边也在12月预售的时候 有买了一块传奇跟一块史诗的地 到时候会再实际进入游戏玩给大家看哦 接着我们来讲一下 Timekeeper 时间守护者跟Forgers锻造厂 时间守护者被召唤到Space中 可以在游戏中获得或通过市场购买 Timekeeper的主要的目的是创建Hourglass NFT 也就是沙漏或为沙漏充人 那沙漏又是什么呢 游戏中需要沙漏来解锁在战利品掉落时 收集BigTime Tokens的能力 这将会是获取代币的唯一途径 因为开发团队自己并没有任何的代币 换句话说就是不会有预售 必须要透过游戏来获得 接着我们来讲一下锻造厂 锻造厂是玩家升级NFT 以及增加稀有度的一种方式 Forgers安装在Space NFT上 可以将NFT的设备升级到新的水平 玩家将在击败敌人 执行任务的过程中获得代币 代币在游戏中将可以用来购买稀有的NFT装备 加速制作以及修复物品等等 根据官方的说明想要获得游戏代币 目前主要有四个流程 首先在市场上或游戏中获得Space 才能在Time Machine中提供召唤Timekeeper的功能 Timekeeper可以制造沙漏或者是为沙漏充能 持有沙漏即可在战斗中获得代币 沙漏不能够无限使用 玩家必须定期造访Timekeeper为沙漏充能 才能在游戏中继续获得更多的代币哦 接着我们来讲一下副本与角色职业的切换 副本的团队上线最多会有六人 里面每个人破完副本或者是打完怪以后 都会有每个人的专属奖励 不会出现一群人抢一件装备的状况发生 官方还透露了游戏里的四个角色职业 在进入副本前都可以随时切换 比如说团队里需要坦克 于是把角色从法师切换成坦克 再进入副本 接下来我们来总结一下 官方有说为了让游戏实现普及化 游戏里的NFT都可以刷卡 或者是用银行的电汇来买 不一定要使用加密货币 这个对于想要进入炼油 但是还没有购买任何加密货币的玩家 真的是很方便啊 而且BigTime并不用连接加密货币的钱包 因为他们有自己的钱包网站 只要在网站上创账号就好 NFT的市场也是在那个网站上操作 目前看来官方其实很积极的 想要让游戏实现普及化 为了照顾所有玩家 而不只是区块链玩家 BigTime并不需要花钱来玩 就算花钱买的装备也只有造型不一样 并没有任何的其他能力加成 当然每个NFT的数量都有上限 所以每件物品也都有它的稀缺度以及价值 再来官方真的是很佛系的经营方式 目前BigTime游戏中的代币尚未发行 因为根据官方团队所说 他们自己也并没有任何的代币 所以不会有预售、空投、机构跟直压池 代币百分百都是通过玩家在游戏中获得的 所以也没有办法预测未来游戏经济的走势 这一点就算是跟其他区块链游戏有很大的不同了 而且官方要对自己很有信心啊 目前是还没有听说哪款链游是跟他们一样的 当然如果玩家们开始可以自己打到代币以后 也许之后一级市场的去中性化交易所 就会慢慢的累积币尺 大家也就可以直接购买代币了 游戏现在正在进行内测 听说3到4月左右VIP就可以开始进入流玩 再来就会全面开放给所有的玩家进入咯 所以对这款游戏有兴趣的玩家们 可以再多关注一下他们最新的消息 我这边也会持续追踪这款游戏的最新进度 好老话一句 我不是金融的财经顾问 提供给大家的并非投资建议 在入场前大家一样要做好自己的功课 评估自身的能力哦 我们下集会再介绍更多 可以边玩边赚的区块链游戏给大家 好如果你也喜欢我们今天内容的话 请记得帮我们按赞追踪并开启小铃铛 就可以获得最新区块链游戏资讯哦 我是蒋红 我们下集再见 拜拜